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恐嚇 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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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雷 雷 雷 抓住他 出火去 抓住他 若琪 在这儿 来 来 要小心 走 干什么 上车 注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少说不了 我不是龙哥舍命掩护 我就全杀生火海了 你骂他好 骂他痛快 骂他解气 我战云鹏就不应该活着回来 我为什么同意让他留下来做掩护 我为什么只顾自己的安慰 活着回来 我战云鹏 我为男人 张先生 不 让我一枪打死我自己 张先生 我是看龙哥杀得那么重 我着急啊 张先生 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人在着急的时候 都会说几句个愤怒话 真实的话 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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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会惹我 你可不敢 我以为你 你不认可 你们想说 什么事情 你不能乱动 快躺下 岳阳腾 大夫 我是怎么到这来的 当然是有人送你来的 是谁送我来的 他是谁 这个 这个很重要吗 当然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想 保恩 知恩徒报 报恩 是的 如果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不知道是谁 那就等于连自己亲生父母不知道是谁一样 你笑什么 看不出我是认真的吗 你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呀 你 宇晗 抬起头 你抬起头 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杜炳一郎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都干了些什么 宗司令阁下 我的本意 是想欲擒故纵 你的本意 让我看 你是欲擒不着 故纵他去 让我们二十多名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允命 杜炳一郎 你知罪吗 杜炳知罪 请宗司令阁下 请宗司令阁下再给一次机会 再给一次 再给一次 你多少再给一次了 我只请求最后一次机会 真的是最后一次 是 那好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多谢 你快走下 不过 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 你再次完不成任务 以失败而告终 你失败而告终 要么 我把你送进军事法庭 要么 你自己欠负 将天皇谢罪 这两条道路 你自己选一条吧 你干什么去 咱们哭一哭了 闹一闹了 去看看龙杰吧 我听六哥说 龙杰伤得不轻啊 头不让咱们出去 我这不是心急吗 再急 也得服从命令 咱可不能吃了一百个豆 都不知心 雨晗 你就让我出院吧 出院 我离不开大家 我在这儿 心里空荡荡的 那你的伤 我的伤 没事 真的 我壮实得很 可是头再三叮嘱过 现在是活烧眉毛的非常时期 咱们应该为头儿多分担一些 嗯 对了 雨晗 咱们头儿和六哥干什么呢 这不是六哥吗 他为什么装扮成这么无恙 他肯定也是来实地侦查的 看来突袭警察局抓捕侯亮的计谋 我们又想到一块儿去了 我就在这儿等他 等着 你看 这是什么的 我找你们去找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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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坐 林老人家是我们侯局长的三叔 侯亮这个王八蛋 从小就不学好 您老先在这儿坐几分钟 我去给您通报 什么 我这当三叔的来见他 还要通报 您老别生气 您侄子现在是局长 架子大 普大 规矩也大 我这不通报可不行啊 怎么那么多事啊 去吧 去吧 我们这儿坐吧 我们下室了 乔决鲁 我们下室了 乔决咨 乔决 告诉您 是 乔决咨 是 是 维提 你是 这次不过 您干嘛 你干嘛 怎么看着我呀 我要 牢牢记住你的遗容 遗容 警官长 您可别瞎唬我了 我说这话 绝不是为言送听 怎么 警官长 您得到了 什么情报了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现在 肯定进入到内置 小分队的暗杀命单顶 说不定在大门外 现在就有狙击手 在等着您出现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是因为 召唤计划 真实的开会立点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才知道 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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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1621 官员也认了 买厚刀吗 少啰嗦 你以为排队买东西呢 快说 在召唤计划会议结束之前 你必须深居检出 在任何公众场合 都不能露面 否则 你就等着 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 钻进你的头吧 那这会议的地址我现在就 我已经跟你说过 不要告诉什么过一地点 我也不想知道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只是尽到我的职责罢了 我的话说完了 告辞 那你可以换进去再查看一番吗 不能再去了 侯亮是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 如果再去的话 一定会打草军蛇 引起他的警局 那可怎么办 你这么再想想办法了 还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我要 牢牢记住你的牺牲 滚了 我滚不要紧 老爷子可在客厅里等着您哪 真的 信不信有你 人呢 他刚才还在这儿 白胡子 白头发 戴着副金丝边眼镜 假的 全层娘的是假的 老子三叔死了快二十年了 他还要从坟墓爬出来呀 这不错之客了 还真等上门了啊 罗先生 喝点什么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 着急了 火都快上房了 着急就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既然知道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放松心态 你马上回去 着急大家 陈先生进来好好地分析分析 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后再对证下诱 就没想到 连你这个陆阿六 号称神算子的老江湖 都会鲨鱼而归 我又不是神 碰壁很正常 可咱们的时间过一分 可就少一分 所以我这头发都快挤出来了 头 我想冒个险 冒险 冒什么险 我想伪装一下 到某个地方 去打探一下消息 这时候娘娘都什么时候了 还能骨子上这个 那可是一个让您看上一眼 就晕半天的绝代佳人 什么叫沉鱼落雁 什么叫碧月修花 您去看一看 就知道了 他在哪儿啊 佳华歌舞厅 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歌舞夜城 花灯气 车声响 高山平 我 你 你 他 他 他 你 你 他 你 他 我 你 我 你 我 祝你做多良心 祝我 学长 这个 唱歌的姑娘叫什么名的呀 她呀 她叫郁寒 郁寒 你去找一下他们的老板 不管花多少钱 脑子就把她搞到手里 明白 都未了 一世主席 家国人人自罪 局长 还有局长 怎么样了 快说 让我先喘口气 你咋你 就你凶毛病多是吧 快说 我去 我去佳花购物厅 跟那个老板谈吧 一开始他说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后来把手枪这么一亮 他就答应了 那呢 好 好 警察局 咱们进不去 那怎么 就把侯亮 那小子从警察局调出来 把他调出来 哪有那么容易啊 除非天上掉馅饼 你 现在就有馅饼 砸到了我的头上 雨晗姐 你说什么了 馅饼砸到了我的头上呀 头儿 怎么回事啊 你快说 今晚十二点 您就可以鸳鸯细水了 十二点 怎么这么晚 老子现在就想 一是人家有夜场 演完到那儿 也就十二点了 再者说 夜深人静 也能避人耳目不是 地点安排在哪儿了 童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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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安排在那儿啊 哎呀 童谱书院距离这儿也不远 而且 隔壁还驻扎着一支 日本人的小分队 一旦有风吹草动 就能立即出动 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 所以 咱们这次不能在童谱书院动手 咱们既要打着狼 又不能让狼伤着 嗯 那么 从哪儿下手呢 大家看 通往童谱书院的小路上 这条小路我去过 凡是坐车的人 要去童谱书院 都必须下车 从这条小路走过 咱和雨晗就在那儿动手 这次行动必须速战速决 好 很难 对 你 谢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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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 照顾好东西 我不 我要跟你们去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服从命令就是 好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 咱们就这么干 好 月月 怎么了 没怎么 不对吧 你说话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头儿带他们去抓捕那个猴亮 又把我派出在外 月月 我倒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他们忙他们的 咱俩 咱俩 博先生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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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岘上 我 姓猴的来了 来得好 走 迎迎她去 是 局长 干什么呀 这没两步我就到了 回这儿 别呀 局长 让我们跟着您 我们必须保证您的绝对安全 没两步就到了 一步也不行 我们哥几个 必须保证您 安安全全地进到屋子里去 要不然 您又得说我们偷奸耍华了不是 小子 可以呀 行 好好干啊 老子亏待不了你 走 好 好 走 我 好 好 来 我 来 什么人 站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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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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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来人哪 有侧客 准备 准备 大 报告机会长 冲满同步书院的小路上传来激烈的枪声 你还能跑得过子弹吗 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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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什么呀 老公 撤 冲队军 抓活该 肯定是头和六哥他们 咱们去抗弹 走 走 2 2 2 4 8 不让他饶命啊 让他饶命啊 让他饶命 侯良 你可知罪